大家好 近期說港股沒有明確方向 維持著上落市的格局 當然你看到很多新經濟股和傳統經濟股份 大家知道是在互相拉鋸當中 但明顯看到新經濟股 近期就算有反彈 可能是維持短暫的時間 也是炒著波幅區間為主 但相反一些傳統的股份 當然看到內銀好像不是太多 銀行方面也有少許橫行的局勢 但反而一些資源類 或者之前也提及過一些內地方面的物管股 那類型其實還有累積一定不錯的勝負 所以我想現階段都會是新有經濟股份 繼續資金上的輪動 不會將新經濟股完全滅去 只是流入的速度 而且明顯是一個放緩 短期來說我覺得當然市場 都會繼續關注中美方面的關係 其實中美方面會繼續演變為 一些比較長的拉鋸局面 但內地方面經濟的數據 其實暫時來說 近期出的都是比較理想 但出完一個理想經濟的數據之後 反而有短暫的回調壓力 我想現階段大家都會 支持一些好消息 對未來收緊貨幣政策的憂慮 反而是一個揮之不去 但要留意的是 內地方面的股市 我想港股和內地股市的敏感度 近期來說都比較緊密 所以港股短暫窩率會維持 接近2萬8000到2萬9300 這個區間做上落 我想突破性暫時未見到 反而在內地方面 傳統經濟類的股份 其實近期在炒鋼鐵類的股份 剛才提及物館 或者大家再想一些傳統類的股份 或者一些收息類股份 可能都會成為資金流入的其中對象 而一些新經濟股 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 但當然要留意一些有盈利基礎 比較大的大型科企 若果有深一點調整幅度 到時才能反彈